大家好,台湾媒体今天报道 解放军的海军094型攻击型核潜艇 在台湾海峡周边发动意外 沉默 现在这个消息在网络上疯传 台湾的防护人的发言人孙立芳 也表示目前台湾官方没有任何可证实的说法 这个消息首先是在互联网上 首先是由核潜艇的研究观察家叫苏顿 他在推特中说解放军的094核潜艇在台湾海峡沉没 我那也看了一下苏顿的他的这个推特 里边还提供了沉默的地点 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坐标 那美国的核潜艇的相关的研究专家萨顿 他首先报道这个消息 说中国的搜救船南海9-112号 以及渔船叫米石渔号07839号 正在台湾海峡所谓的潜艇事故现场作业 也提供了坐标 台湾方面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发言人王崇德 他表示如果中国的核潜艇沉没在台湾海峡 核燃料可能会泄露 中国核潜艇在台湾海峡发生事故 台湾63个核辐射监测站均未检测到 背景辐射发生变化 均值在正常范围内 那么也说实际上台湾方面 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中国的核潜艇在台湾海峡实施 另外一点从台湾方面公布的中国核潜艇 实施坐标 从地点上也可以看它在哪呢 它在广东以及福建的交界处 东沙岛的西南部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093型核潜艇 093型核潜艇于98年12月开工 03年的12月下水 第一艘093型核潜艇于1998年12月正式开工建造 14年9月首次披露了093型核攻击潜艇的高清照片 按照中国军工研制装备的规律 095攻击核潜艇已经处于建造当中 最新的是097攻击型潜艇正在预言 093型核潜艇的预言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抓兼顾科研训练实战091型潜艇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第二代核潜艇的研究工作 随着091型潜艇研制不断深入 对093型的技术要求定位更加理性科学 随着091型建造逐渐结束 核潜艇项目的经费出现不足 在研制093年代 中国潜艇艇用的核反应堆技术 仍然立足于对低带核反应堆的完善 因此093型使用的是低带改进型的核反应堆 在功率稍有提升的同时改善了安全性 那么091型核潜艇在早期服役生涯中 不仅反应堆曾多次出现故障 而且艇内抗辐射设施也非常简陋 093型的服役也意味着中国海军拥有一款安全可靠 能够用于实战的核潜艇 从093型13年实现挺进印度洋 中国核潜艇史无前例的远洋战备部署来看 093型核潜艇还是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其设计指标 在老旧的091型逐渐推移停航的过渡时期 093型对中国的核潜艇部队人才培养具备长远意 093型核潜艇是中国海军第二代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取代了五艘陈旧过时噪音巨大 第一代的核攻击潜艇091型 也就是旱级 旱级是70年至90年下水的服役 093型建造于90年代中期 建造过程是高度戒备之下的绝密 第一艘093型于2003年12月下水 06年年底加入海军服役 第二艘是在04年年底下水 1988年中国的核反应队技术有突破性的进展 并于当年向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出口的中国自行研制民用清水核反应队 民用核技术的进展被国际上认为是中国在核技术领域的一次很重要的跨越 当年的检视防务周刊曾专门刊文就中国核潜艇和核弹头的发展做出报道 1989年原先的093研制计划遭到重大调整 原因是海军领导认为原先的093有关键性能已经不先进了 为了避免出现091一出事就被淘汰的局面 有关部门对093研制做出调整 093在1993年它的研制工作受阻 仍然是技术落后的问题 当时美国新一代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研制进展非常顺利 93年的弗吉尼亚级有关的技术情报被解放军获取 有关技术性能领先当时093至少两代以上 这让093的研制小组大吃一惊 随后俄罗斯向中国提供了相关的技术 093型核潜艇的性能数据已经达到了苏联1970年代 中期建造的维克多3型核潜艇或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早期型号的水准 甚至和早期型号的阿波拉级核潜艇或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持平 01年中国关系经历了仿制苏联苏-27尖机机波折以后 中国就放弃了俄方的帮助重新自行设计 五角大楼评估中国在093型核潜艇的建造上 10年之前完成3到4艘 最终将有6到8艘093型核潜艇 自2003年起该型潜艇开始在胡老核潜艇基地进行海事 获得更多的数据 我又更新了一下萨顿他的推特 推特上显示中国的海军搜救行动正在展开 中国093型核潜艇全体官兵遇难 其中包括7名学员在潜艇上 应该是在训练中 按照美国萨顿他的说法是在训练中出现事故的 7名训练艇员全部遇难 这个消息现在都没有得到各方的证实 也只是通过萨顿 通过美国的核潜艇专家 他的推特提供了一些信息 我先给大家汇报 现在台湾方面是否认的 因为也没有发现具体的一些证据 包括核潜艇任何的核泄漏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核泄漏相关的一些数据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只能是继续跟踪 但我最后谈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093它现在出现在南海附近 也是与南海现在紧张关系有关 093现在在南海附近的这种巡航 或者这种核潜艇的训练 实际上也是为了应对美国在南海地区 在台海地区不断的军事集结 现在从俄罗斯 以及从其他的一些海外的情报员 现在获得的消息 中国这次核潜艇实际上失事的概率比较低 我只能说比较低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情报员 能够非常准确的确认这个事 但是从我现在获得的一些情报上分析 首先中国并没有在南海禁航 如果核潜艇失事 那么一定会在周边进行禁航 主要是防止其他国家或者第三国的潜艇靠近 其他国家的水下 一些水下挖人 水下的一些不友好行动 一定要在核潜艇失事区域建立什么 建立这个禁航区 现在你看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在南海在台海建立禁航区 所以这个事情呢 说中国核潜艇093型核潜艇失事 国际上现在呢 都觉得这个概率比较低 那么现在呢 炒作在南海中国的核潜艇093型失事 现在有媒体认为呢 实际上是美国故意放出这个信息 要炒热整个南海一体 所以实际上只有美国的媒体 美国这个萨顿 他公开了一些消息 其他的国家的媒体没有跟进 所以你可以看 美国对南海他非常的关注 也希望炒热整个南海局势 那今天呢 中国海警局新发言人刘德军也发布消息 8月22号 菲律宾两艘运捕船和两艘海警船 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中方从人道主义出发 对菲律宾方面 坐摊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 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 刘德军表示 22号菲律宾两艘运捕船 两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船依法对非船只进行严正警告 全程跟坚 有效规制 同时针对非未搭载用于大规模加护 违规建材实际从人道主义出发 对非方坐摊军舰运送食品 必要生活物资 做出临时性特殊安排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并坚决反对菲律宾有关方面 借运捕之机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违规建材 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 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8月5号 中国海警船在南沙仁爱礁 对非方向仁爱礁坐摊军舰运送轮换人员 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了拦阻 并使用水炮攻击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古装部队 称中方违反了国际法 中国外部发言人8月8号发表声明 非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该礁非法坐摊军舰 24年过去了 非方不但未拖走该军舰 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 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战力 非方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再次敦促菲律宾方面 立即从仁爱礁拖走坐摊军舰 恢复仁爱礁无人设施状态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8月9号对外重申 不存在移走坐摊的马德山外号军舰的协议 如果存在任何协议 它将予以废除 今天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也公布了 中国海警船在南海拦截飞方船只的视频 那非海岸警卫队的发表声明 说海军舰艇监测下两艘菲律宾的海警船 护送两艘补给船前往仁爱礁进行补给任务 那马德雷山外号的例行后续轮换补给任务 今天成功执行 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上民兵船只 试图拦骚扰和干扰任务 菲律宾国家特遣部队表示 将继续定期对菲律宾在南海各岛礁的前哨基地 进行例行性访问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也发表声明 菲律宾人今天有理由庆祝 我们的轮换和再补给任务已经成功执行 补给船护航的菲律宾海警船 正在返回巴拉旺岛驻地 让我们共同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菲律宾军方领导层赞扬两艘补给船 勇敢而敬业的人员 他们的精确执行了这次行动 菲律宾军方称 这一壮举不仅确保了我们在马德雷山外号 驻守人员的安全 还向全世界表明了菲律宾人对我们海域内 我国海域内 这一潜滩拥有主权权力 管辖权的坚定决心 那么菲律宾武装部队将支持 我们国家旅行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 旅行这些义务应该始终以促进和平 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 从现在南海的情况 以台海的情况来看 美国准备炒热在南海台海的相关议题 包括释放中国093核潜艇实施这个消息 也是要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 我觉得现在你看美国在南海在台海 拜登很快也将访问越南 访问越南以后 南海的局势也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未来南海会成为中国和美国对抗的一个前哨 也包括台湾海峡 所以现在实际上美国会不断的打南海牌 打台海牌 会有更多的相关的 类似于093潜艇失事 这样消息传出 我那也会持续关注 现在来看 实际上美国在南海 光靠菲律宾 美国很难在南海改变南海的现状 挑起南海的冲突 因为菲律宾它没有这个实力 菲律宾这个国家 它有想法但没有实力 所以现在美国更多的寻求 更有实力的越南 寻求和越南的合作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中国未来和俄罗斯在南海 如果有联合巡航 特别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联合行动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想打越南这张牌 也很难发挥效果 因为越南和俄罗斯之间的 军贸领域的合作 另外和中国之间 越南在商业领域 经济领域的合作 美国想要打越南这张牌 也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 正在试图打南海牌 台海牌 也只有台海 还有朝鲜半岛也会成为 美国未来影响东亚局势的 一个主要地区 通过影响朝鲜半岛 在中国周边指导紧张 朝鲜今天也宣布 将在24号进行弹道导弹试射 从这个试射的这个位置 以及试射的方向来看 朝鲜的导弹将飞越台湾 从台湾上空飞越 这个实际上大家也看懂这个逻辑 台湾现在实际上 它正在变成美国 在东北亚地区 对中国俄罗斯围堵的一个前哨战 那么过去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你像朝鲜 你像俄罗斯很少发言 但最近朝鲜针对台湾问题 朝鲜的发言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已经不光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了 台湾问题 台湾现在被美国军事化 被美国捆绑 由中国的内政问题 那么台湾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马迁足 你像朝鲜 像俄罗斯 他也必须关注 这就我意思在讲 你台湾寻求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寻求配合着美国 变成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那么你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面临着像东北亚地区 与美国竞争这些俄罗斯朝鲜 这个潜在这些军事集团 对你台湾的威胁 你导弹从你上面飞 为什么 你过去 你不加入对吧 国际地缘政治这种对抗 你就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 人家也很少关心你 也不用踩你上面是射什么导弹 但现在不一样 你现在成为美国的前超战 你成为美国围堵朝鲜 围堵俄罗斯的 低到屏障 那么人家一定要关心你 也一定要支持中国武统台湾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为什么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这就是原因 你过去你能躲在一个中国宽 你现在呢 你现在你自己也不承认你是中国一部分 你不断配合着美国 不断的变成美国的马迁族 你以为美国能保护你 但是美国的敌人也把你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所以这就是台湾呢 我觉得没有就没有政治家 台湾都是政客 就玩那些小聪明 我觉得这个古代呀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 我觉得小学生都知道 这合纵连横中国古代都玩剩下的 所以我一直讲台湾没有什么战略家 台湾都是一些耍小聪明的政客 看着好像呢 自己受到美国的保护 但实际上美国把台湾推向了一线 把台湾真的当成了地缘政治妻子 当成了祭品 你台湾真的成为消耗品 台湾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东北亚整个局势的 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对抗的一线 那你成为一线 你就面临着被什么 被摧毁的命运 你说台湾未来真的有可能 这俄罗斯或者朝鲜的导弹会攻击台湾 而不是解放军的导弹 所以台湾人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到底谁是你的敌人 美国才是你台湾的敌人 美国用台湾 利用台湾 而不是保护台湾 这台湾人总是觉得 我被美国人保护 美国能够保证我安全 你台湾能给美国什么美国保护你 其他国家也在发展 其他国家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一旦变化 你台湾是受美国保护吗 你台湾不会被美国出卖吗 不会被美国当成弃子吗 被美国直接当成一个地缘政治的鸡品吗 台湾自己要想一想 你过于依赖于美国 他自己还喊 我们2300人决定自己命 你那么依赖于美国 你能决定自己命吗 你最后就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我不想多说 跟台湾人讲 讲不出这个道理 台湾那个岛上没有聪明人 呼噜呼噜噜几百年 就过着这个呼噜噜噜的日子 外来谁 你看日本人来了 照样统治的 未来中国人到岛上一样统治的 这是台湾人的命 现在你看美国人到岛上 美国人倒是统治台湾 所以有了日本人 有了美国人统治台湾的先例 你说中国人统治台湾 有任何有任何疑问 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南海台海 美国未来会不断的 加大对中国的这个围堵 挑起这个周边地缘政治 这种紧张对抗 但你看中国现在呢 因为实力崛起 周边这些小国和中国差距太大 想要真的 在南海 在台海 真的对中国行动挑战 美国不下场 很难 美国现在想让澳大利亚 让日本韩国发挥 但是人家朝鲜 直接把日本韩国牵涉在东北亚地区 日本的韩国也很难 南下南海 直接跑到南海和中国对抗 南海我说过 南海是现在实际上 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通道 我现在在欧洲 我在这个地中海 地中海过去为什么发达 整个世界的这个中心像古罗马 为什么集中在地中海 地中海就是世界的贸易通道 那个时候世界的主要贸易通道 在地中海 但大西洋贸易通道崛起以后呢 大西洋国家崛起 像荷兰 它就成为全球性国家 那么大西洋贸易衰落以后呢 亚太地区崛起 也是现在的亚洲飞速发展 亚洲真的 亚洲现在远远超过欧洲 欧洲很多设施 很多这个基础设施 很多的 没有亚洲那么发达 没有亚洲发展那么迅速 所以亚洲的发展 东北亚的发展 印太地的发展 那你看未来这个贸易通道上 在南海 在中国的这个 东南地区 就会形成新的贸易中心 那中国现在在南海 实际上呢 已经拥有了这个南海的实际控制权 中国的军舰 中国的航空舰 特别像山东号 现在也抵达了南海 美国现在也在寻求对南海的控制 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想下场的话 会直接和中国俄罗斯 朝鲜 发生正面冲突 这三个国家都是有核武器的 美国又不想直接下场 所以现在美国会非常尴尬 要么军援给像越南 像菲律宾这些国家 让他们挑动 但是像这些国家体量太小 很难发生对抗 所以美国现在呢 寻求建立一个组织 一个同盟 用这个组织同盟的力量 来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 自己又不用直接出面 不用美军下场 所以这就非常有意义 美国自己呢 又不希望直接下场和中国和俄罗斯翻脸 又希望在这个地区用其他力量来挑逊中国 获得这个谈判的筹码 那你看这些小国像什么菲律宾越南 它就会成为美国选择的这个工具 也包括像台湾那些小的经济体 日本、韩国 所以未来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主要的你可以看这种形式 说美国组建的这些同盟 叫亚洲版北约 什么四方对话 还包括印度四方对话机制 用这些小的同盟 来在东北亚地区对中国进行挑逊 但中国的海军实力 随着中国后续福建号下水 中国未来会有四到六艘航空母舰在南海 我觉得中国在南海的 这个霸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 美国把六艘航母都派到南海吗 美国有这个能力吗 美国它还要管大西洋 还要去管其他的包括印度洋的时候 它能够进入亚太的一个区域吗 它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未来亚太地区的发展 南海是关键 而中国已经牢牢掌握了南海的局势 南海就是中国的 中国通过控制南海 日本韩国也必须在东北亚 面对中国的崛起 保持克制 中国在南海如果切断 日本韩国的海上通道的话 日本韩国它的经济 你可以想象日本韩国 它的经济将完全被封锁 所以中国控制了南海 也控制了整个东北亚的未来 控制了整个东北亚的未来 控制了亚太的未来 也就是控制了世界 所以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南海 那么积极的原因 我是支持欧阳路联合 欧阳路崛起的 昂主萨克逊 过去几百年 一直是通过控制海上的 这些主要贸易通道 像海盗一样 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控制 对这个整个世界贸易的 整个体系的塑造 那么现在中国崛起 特别在南海 美国很难单独控制南海 控制整个的贸易通道 也证实了 昂主萨克逊 也就是海洋文明 在逐渐走向施埃罗 它已经不像过去一样 能够单独的控制海上的贸易通道 也就间接的证明了 欧亚大陆崛起 是历史的必然 欧亚大陆的崛起 昂主萨克逊 它就会被边缘化 那么这个世界的发展 这个世界 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 也非常明确 中国一定会崛起 欧亚大陆一定会重新 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